赵门四 台湾升级为国际问题 中共难并吞 习近平在演讲里说了一句 动辄对他国以止气使 干涉内政不得人心 大家都听得出来 他是在批评美国 特别是美国与日本 上个星期才发表联合声明 不但对香港与新疆人权问题表达关切 双方还强调重视台湾海峡的稳定 每日双方对台海问题的表态 让中共是非常生气 所以才会出来批评美方 遗址气使 更重要的是 在美日双方相继表态之后 澳洲日前也已经表明 他们已经在为台海冲突做准备 一旦台海真的发生军事冲突 澳洲军方将出动协助美军的行动 换句话说 台湾已经从两岸问题 升级为国际问题 是整个印太区的安全与稳定问题 这也将让中共想要併吞台湾的难度 是越来越高